这特展开展了 300年前他们两人彼此心仪神往 也就是康熙大帝以及法王路易十四 昨天终于在国立故宫博物院 两个人握手相会了 很特别的一个展览 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 中法艺术文化的交汇特展 借着包括故宫在内 以及法国罗浮宫、凡尔赛宫、吉美博物馆 和北京故宫、沈阳博物馆等18家重量级博物馆 展出了有189组件珍藏文物 诉说一段中法文化交流的世纪美谈 从昨天正式开展了